服务员 服务员 怎么了 老板 刚才有人进来过吗 怎么了 我钱被偷了 钱被偷了 怎么可能啊 我这可从来都没发生过这事 你不会是想赖我房钱吧 我怎么可能想赖房钱呢 但 但我的钱真的被偷了 你看 他们连一分钱都没给我剩下 行了 别演了啊 像你这种人 姐见得多了 我可告你 姐这地儿可不能白住 没钱是吧 没钱就得去汽车站拉住宿的 什么时候挣够了房钱 你什么时候走人 我在你们这儿丢的钱 你就得给我负责 你还挺硬气 姐也不是吃素的 我只给你半天时间 下午我来拿钱 要是你再交不上房钱 你看你能不能出得了这门 身份证拿来 身份证拿来 拿来 拿身份证干吗 怎么的啊 你是让我来拿呢 还是我让别人来拿呢 拿不拿 你要我身份证干吗呀 拿不拿 拿过来啊 怎么回事啊你 拿来啊 拿来 太欺负人了 你 ということ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 还有啊 我是好男人 好大哥 还有你 我找你都快找疯了 你在哪儿呢 我 我 我在海峰宾馆 你别哭啊 你别哭啊 你慢慢跟我说 你怎么了 你出什么事了 你在哪儿 你跟我说 我现在马上找你去 骑车站旁的海峰宾馆 我在二零一 好 你等着我啊 你别着急 别怕啊 我马上过来了 我马上过来了 trenches 是我 Wid 我擅长了 我擅长了 你也擅长了 我擅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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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擅长了 跑了 你到底想干吗 想干吗 出去拉住宿的 挣房间去 我出去拉住宿的 你就不怕我跑了 这到处都是我的人 你跑得了吗你 那我在这儿等着人接我 一样跑不了 得得得 别得给我平啊 马铃的 拉住宿的 说你呢 马铃的 你走不走你 你别跑啊 走不走你 好 大哥 你走 怎么了 怎么了 你谁啊 她是我媳妇 她欠我房去 好 多少钱 两百够不够 够了够了够了 就这地方两百多多了 没事 没关系 好 对不起啊 你把身份证给我 你怎么还拿着身份证 你怎么还搭我 给你 老板您慢慢聊 谢谢啊 拿身份证 你 你到这个地方来 你 你 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呢 我给你打电话了 你手机关机了 那你就接着打吗 我手机有钱费 那你就傻 你完了 你一冲个值 其实你手机怎么样 但我昨天到这个宾馆 安顿下来之后 就天都黑了 卖卡的地方全都关门了 本来想着今天早上去买的 结果钱被偷了 钱被偷了 结果房费交不起 刚才那女的 就让我去拉住宿的 就刚才那个女的 就刚才那个女的 走 我找到算账了 走 余生 你也来了 我来她了 是这儿吗 你看她是外地人 你欺负她是吧 我听你口音 你也不是本地人吧 咱都是外地人 咱在外边应该互相照应才对 你怎么能这么欺负人呢 你什么 什么 没事吧 哥 怎么回事 谁欺负咱们了 咱后面还有一只兄弟呢 来了啊都 马上到 听见没有 怎么回事 谁 她 你自己说怎么回事吧 她现在就是 逼着人家海燕出去拉住宿的 误会 误会大股大 要不然不让走 误会误会啊 真是误会 什么叫误会啊 误会真的是误会啊 误会真的是误会啊 这个妹妹来了 你说她那个没钱交房费 我这店也不容易 也不能白出不是 我都跟你说了 我不是不交房费 是我的钱被人偷了 而且是在你们这儿被人偷的 我听懂了 你的钱丢了是吗 没钱交她房费 然后你就逼着她出去拉住宿的 对吗 走嘞 咱报警吧 都别进来啊 都别进来 没问题我们解决 别生气别生气 是我不对是我不对 妹妹啊 解错了解错了 我道歉了我道歉了不行吗 哥 要不这么对吧 我那房钱我不要了 我我现在就退给你 行吗妹妹 是解错了 我现在就退给你 你别生气啊 哥啊 那个咱小声话聊行吗 哥 这是小声吗 那咱大事话小啊 哥 不行 我这个事必须有个说法 我听 海家也没什么事呢 放开 就是就是 反正我跟你说 桥归桥录归录 我们人住了你的店 钱没给你 这是我们的错 你这个方式是非常错误的 你是违法的 我告诉你 但是房钱我们该交还交 我希望你下次能够好好做人 是是是 哥 咱那一车人怎么着 别别走走走走回家回家 行了 多闹了不闹了 多走吧 慢走啊哥 我都碰到好人了你 慢走慢走 你什么 没事没事 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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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没事 不是说啊 我都碰到好人了都 我把谁谁叫过来啊 哥别生气 这不就完了吗 是吧 别生气啊哥 啊